京牛相伴夜市开造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读片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传世调味百年冬谷 冬谷酱油赞助播出 钟声一响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 享受着日光雨的人潮 向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 但本地老套的夜生活早已开造 美景 美人 美食 和田的夜 一个流神就陷入夜色迷离 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 有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 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 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 稍不留神 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我们宋小达达就喜欢吃烤肉的 这期间特别爽 吃完一次肉忘不掉了 逛和田夜市 一般人吃不过两轮 首先三个蛋打底 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 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 最后一颗碳水炸弹 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 收写一份老涛的吃货攻略 让你放飞自我 第三页 我在和田 带你硬核开胃 也可惜 出到和田地劲儿 我犯了个低级错误 这一切 得从吃肉开始说起 烤创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 一口一块 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 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 红姜懒挂的胡辣羊皮 辣得爽口鲜美不腻 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 既然吃肉 就得吃点横的 本地老涛推荐了一家店 这么多本地人排队 一定错不了 等等 这眼神 这刀法 莫非是龙门客栈 南坑考全阳 闷考大法集大成者 在和田地区 每年大约有四百万头羊神秘消失 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 知乎胖也 不吃产也 夜晚的烤肉店 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 吃肉为上 非常非常美味 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羊肉的话可能会 偏向于松软一些 羊肉很鲜 囊坑考全羊 除了羊肉好 秘制调料最为关键 每天有一百多只小羊糕 排队进场 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 今后混合了 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 香香绿茶 鸡蛋面粉打底 胡椒粉食盐作陪 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 这是他们进入囊坑后 抵御高温 表皮酥脆 肉质不焦的秘密 木头引火 静候小羊入坑 迅速合上盖板 封上沙土 灰太郎成功捕获小飞羊 在夜色的掩护下 肉食洞越聚越装 14个囊坑火力全开 烟尘滚滚 一种工业朋克之美 如火如荼 一个半小时后 烤全羊 C位出道 老涛吃羊 滚烫灼我手 诱惑恼我心 热热乎乎撕下一块 油脂与瘦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香料的点化下 紧实又有嚼劲 不肥不腻 瞄到巅峰 叮咚 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 和田剩下炎炎 炫了一盘烤全羊后 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 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 糯米粽子做底 小木产慢慢压平 舀上一大份浓缩酸奶 在糯米粽子上平铺直续 唐膝剪上添花 最后再来一块诱人的杏肉 画龙点睛 入口酸甜 风味绵腻 大漠的夜色里 仿佛吹来了江南暖弱的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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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